水票市場的一套資金 如何高效運用 馬上來電或加入LINE諮詢 慶龍老師親自打造專屬於您的方案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值得知》 禮拜爾台股大漲165點 今天要上漲79點 連續往上走高的過程 重點是上禮拜五 你做出漂亮的動作嗎 上禮拜五的台股 沙身隆隆 跌305點 趁台積電調降裁測利空 陸續低階 低階 所以上禮拜五 7月21號重不重要 反市場逢低成績的原則性 永遠不會改變 上禮拜五 很肯定的告訴你 很多當股票你就跟我低接就對了 因為該賣了我之前就賣了嘛 所以上禮拜五 這一檔艾普 292 跌到這個支撐 殺低嗎 我當天有沒有告訴你 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今天它亮燈漲停 來到波段新高 親愛同廟 什麼是講在前面讓你印在在後面 7月21號上禮拜五的低階 艾普是不是其中一檔 整個艾普的一個操作 三趟的一個操作 相信同廟應該看得很清楚 沒有模擬兩可 5月18號艾普 基本面 明星級的產品都給你分析過N遍了 你都應該耳熟能想的嘛 288短體突破的買點 第一趟 漲到340 漲了52塊錢 零錢高我先賣 賣得有點早 因為它後來呢 漲到363 第二趟 回到291 開始往下逢低承接 開始往下逢低承接 親愛同廟 它是來到波段低點 你敢買嗎 288 買下去可以漲到363 這次回到291 很肯定的告訴你 逢低承接 是不是直球對決 沒有模擬兩可 所以291的艾普 低接完之後 漲到331 按規劃賣出嘛 賣出的一個艾普呢 當他上禮拜五 又從331 殺到292 有沒有 殺低嗎 殺低嗎 當天對於艾普的分析 我把當天的節目帶稍微剪一下 給他們觀賞一下 我們是如何運用 市場上恐慌的一個架構 告訴你這檔股票 當天是可以低接的 我們把當天的節目 精華給他們看一下 攝影師麻煩一下 從331如果沒賣 今天艾普掉到292 又回到290附近了 那你今天艾普才要賣嗎 才要殺低啊 要把買點當賣點 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是我上禮拜五 對艾普很精闢的分析 當天他一樣 怎麼樣 又來到波段低點292 上市290附近 是不是可以低接的位置 漲上去跟我賣 賣完之後呢 第三趟 292殺低嗎 買點給你肯定的分析 你有買的 今天已經從292 來到345了 有沒有 將近50塊錢的一個價差 上週五的買點是誰給你的 你是不是很害怕 當天 你是買股票賣股票 我都在買股票 各個等級都是如此 所以賺漲停要靠實力 今天艾普攻漲停345 大家當然鼓掌叫好 重點是這一天 上禮拜五的一個動作 你有沒有跟得很緊 如果你有跟得很緊 第一趟 第二趟 第三趟 每趟的一個獲利過程 都會讓你的心情相當愉快 人棄我取 人追我賣 這就是標準的反市場 這檔細微一樣 上禮拜五一樣佈局的 在7月3號 13.5 賺半個股本的 突破長期壓力線 趕快買 有回檔就要買 之前來到壓力會下 來到壓力會下 好不容易突破了 好 不容易容易突破了 113要不要買 113突破之後的回測 當然都是早買點 是不是 這邊都要跟我佈局 來到7月21號 114 當天短波高來到128.5 上禮拜五 大門碟305點 大門碟305點 親愛的 尊榮會員 方向老師見證一下 上禮拜五或是上禮拜五之前 我們有告訴你 細微採低階佈局的動作 我如果上禮拜我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尊榮會員 細微還要再買 我下台一鞠躬 退出投顧界 所以有時候股票是要時間佈局的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從7月3號到7月21號 兩個禮拜的時間 反壓一旦突破 這邊都是回測支撐的一個買點 壓力變支撐你們也學過嗎 所以這邊都要佈局 這邊都要佈局 上禮拜有大門碟305點 它來到短波高 這禮拜三直接一開盤 縮掌停130了 當然要恭喜會員 禮拜三有什麼利多消息 細微的BIOS支援 揮打了一個超級晶片 這是業界最強大的一個伺服器 資料處理中心 我佈局的股票常常會有利多消息 你覺得是剛好嗎 怎麼那麼剛好 都是好消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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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基本面 因為產業的結構 是利多消息的一個 正向的基本面的數字 就是因為有正向的未來 報紙才看利多 如果負向 負平的一個基本面 當然是利空消息 所以禮拜三 你看到這一個BIOS支援 揮打了一個超級晶片 滿足AI的平台 標準的AI該領股票 是不是 我常告訴你 我不會去追那種 漲很多AI的股票 但是這種低檔 低檔還沒發動的股票 這邊兩個禮拜你跟我佈局 要有耐心 親愛的觀眾或是我的會員 我佈局的標題不盡了馬上會衝出去 但是低檔安全安心又有大波段 給我兩個禮拜時間 接下來連續兩根跳空掌停板 你一買都買不到 你這邊沒有買的 接下來你買不到 接下來你怎麼買 禮拜三 你怎麼買 看到利多啦 AI的啊 不是嗎 看到利多你就買不到啦 是不是 昨天亮燈 今天再度的亮燈 143.5 兩根都是跳空 這太強了 這太強了 所以低檔區要跟我佈局 連續兩根跳空的一個架構的股票 好像似曾相似 對不對 當時候勵志散熱的還記得嗎 當時候93mine 87.3趁大盤重之後低階回來嘛 兩根黑肩棒87.3 低階 立志回來 結果呢 低階完之後往上走高嘛 接下來是不是兩根 所以接下來呢 漲停打開我也不會賣 本來49% 有沒有更多 這邊接回之後兩根漲停嘛 漲停打開不會賣嘛 接下來漲了126%立志 這不是波段的操作嗎 這不是倍數的一個操作嗎 所以接下來因為漲太多了 超過一倍啊 連續兩根 好強喔 跟當作勵志一樣啊 所以如果接下來細微漲停打開 你認為我會急著賣嗎 贏家的一個看法 總是跟大多數的輸家是不一樣的 沒有一定的水準 沒有一定專業的實力 你沒辦法賺到像立志超過一倍以上的 波段行情啊 講大家都很會講嘛 真的讓你賺一倍的分譯師有幾位 你跟過那麼多分譯師真的讓你 大賺 大賺 特賺 如同他節目上所介紹的 之前AI多檔股票都倍數漲幅嗎 你是他的會員有真的賺那麼多嗎 眼見為憑持續性的分析 立志所帶給你是126%的一個架構 那接下來細微呢 連續兩根跳空上去了 會員的心情我可以感受得到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支持 這一檔強茂 營收新高的車用二級體 68.8% 形態突破要不要買 買完之後上去之後回檔 資深守住還會再漲75.5%對不對 有沒有漲到85%我賣83% 漲了20幾% 我們大概可以賺20%左右 7月18號的賣點 這都給你對視對價過 當時候在83.1% 所以83很好賣 很好賣 什麼時候低接回來 就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7月21號 跌305點 趁大盤眾做低接回來在76.5%附近 是不是 高點有賣 不是趁大盤眾做要陸續低接回來嗎 強茂上禮拜五低接回來一檔個股 76.5% 低接回來之後隔天不妙 殺下來 短套而已還會再上 我賺了20%左右 然後低接回來之後隔天 長的殺下來大概套2% 賺20 扣2 還賺18% 你會怕嗎 你會怕嗎 我告訴你他還會再上 做股票哪有不套勞的一個道理 也就是說 不可能每次買每次都現貪 買下去有沒有套勞的時候 絕對有 任何一個人一定面對這樣一個經驗 只是套勞之後接下來怎麼處理 如果還會中錯 該停損要停損 如果還會再上呢 還會再上呢 你要盲目的做一個殺低動作嗎 所以整個牆帽一根長A打下來75.1 短套而已我認為還在上 今天一個牆帽就從75.1 紅K棒來到77.9了 所以賺完20%之後的一個牆帽 這邊採低接的模式 接下來會如何表現 看它的量價結構 6800多張不夠 今天雖然紅K棒不夠 它要產生一定的攻擊量 至少要1萬張 1萬張才有機會漲半根以上 所以量價對一檔股票的走勢 當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我會跟你帶到什麼 量價結構 費時係數轉折 對不對 還有其他各方面 要面面俱到 你的操作風險才會降低 利潤自然無限的一個擴大 你看看這檔金浩克 當時候5月10號 它跌到破斷低點75.5 我說它修正了20天 即將21天轉折向上 費時係數轉折的低檔買點 我說它營收開始好轉了 你知道要買嗎 有沒有 你知不知道 當時候它跌了20天 來到低檔的75.5 我說為21天轉折向上 有沒有 轉折向上來到92.9 漲了25% 有沒有告訴你 接近前波的套牢區了 摧嗎 當然你要跟我賣 好不好 上線那麼長了 看不出來嗎 來到套牢的嚴重的一個區域 當然要跟我賣 當作92.9 低檔區能買點 對 再看一遍 什麼是費時係數轉折 跌了20天75.5要跟我買 買完之後就漲到92.9 來到前波套牢區跟我賣 這樣25% 那現在一個金曜科呢 回檔 又回到73.8 有沒有 出現低檔長紅吞噬的攻擊訊號 可不可以接回 可不可以接回 高檔區有賣 我如果今天告訴你 可以買 你一定敢買 高檔區沒有賣 今天看到這樣長紅攻擊 你已經沒有資金 你已經套牢在高檔區了 所以我常常告訴你 比一比一一樣一股票 我們之前有25%的空間 相對高點有賣 接下來低檔區 會員的一個勝算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 對 下來買回的張數更多 這叫做獲利乘數效果的一個展現 所以另外一檔 低檔常常吞噬攻擊的 一樣在底部 這不低嗎 賺超過一個股本 這不低 是不是低檔 整理 然後出現長紅吞噬攻擊 這當然是買點 所以對於未來的行情 還不需要如果操作了 請繼續鎖定 親老師的節目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換給佑達 歡迎你回到價值型投資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3131的紅塑 今天除息 尾盤 下殺36塊錢 每次我的股票只要跌下來 總是有觀眾 會打電話進來問 孝老師怎麼辦 我自己最高的怎麼辦怎麼辦 我說如果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那麼支持我不參加會員沒有關係 但是自己要設好停利停損點 每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不可能全程帶到 不可能大家追蹤如此詳細 畢竟二十幾分鐘的一個節目時間 真的有限 但是你只要是會員你放心的 我一定帶進帶出 不管賺錢還是賠錢 所以電視機的觀眾 看節目 自己要有所進退 好不好 所以今天殺下來 很多人又要問怎麼辦怎麼辦 如果我昨天帶你買 你有跟我買賺漲停 今天縱使沒有賣 你也是賺錢 如果昨天看完節目 漲停版了 今天有平盤以下可以買 或是買在平盤附近 尾盤怎麼變跌三十六塊錢 所以操作的一個過程 本來就是詭譎多端 因為每檔股的量價 籌碼 形態 廢視係數轉折 每天都在轉變 每天你都要看得很清楚 否則你就是經常抓股招幣 紅塑 COVAS的 之前我們星雲 賺了將近一倍 因為我賣得有點早 我賣完之後又衝上去 衝上去就衝上去 對 我不會那麼厚臉皮 告訴你後面那一段還是我的 我不幹這種事情 惠炎也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所以紅塑 昨天為什麼要買 他之前漲了一波段 我趁他整理 經過一段時間 來到一個末端 所以我昨天才出手 出手在606 對不對 基本面的分析 COVAS賺兩股本 技術形態是不是神秘末端 跟我電上寫的一模一樣 盤中訊息 跟我現在做節目內容 一模一樣 價位606買 9點34分 經過一分鐘在602 你認為606 買得到還是買不到 高價股 保證一定買得到 606 買完之後 強攻漲停649 今天紅塑 除息18塊錢 今天紅塑 我預計應該要漲半根以上 加上他的除息袖 一定要漲半根以上 那才是符合我的預期 但今天早盤竟然給我開滴 開滴就是不對 拉上來就是要賣 9點13分的紅塑 今天除息18塊錢 表現不如預期 631附近賣 13分的股價在632 你去對價 就賣在平盤附近631 一定賣得掉 一定賣得掉 為什麼 反正這邊還拉高到平盤之上 所以631保證一定成交 那今天除息18塊錢 等於賣在649 懷緣全職649 所以649-606 43塊錢兩天達正 兩天落貸 63月沒賣的 今天變595 差幾十塊錢 三四十塊錢有吧 你繼續算 所以操作的買賣的依據 所帶給會員的 是兩天四十幾塊錢的一個價差 多減賺啊 多減賺啊 畢竟 紅塑不是上禮拜我買的嘛 是昨天才進場的嘛 那指數已經漲了一小波段嘛 操作難度本來就會比較稍微高一點點嘛 價差 四十幾塊錢也不錯啊 所以有波段賺波段 有價差賺價差嘛 多多行情看你怎麼操作 看你怎麼看待盤的一個後事 所帶給你的一個策略 到底是該價差還是波段而已啊 就如同我剛才講的嘛 每一檔各國的量價籌碼型態 廢似係數轉折 顯示的是不一樣的 一個操作的一個效果跟結果性啊 創為Type-C的 一樣是利用上禮拜七月二十一日嘛 大盤大跌305點啊 是不是大雙底 110要不要買 趁大盤中之後一定要出手啊 第一季營收落底 第二季好轉第三季會更好的Type-C啊 禮拜再給你一次機會 109附近 藏黑喔 收盤109.5啊 是不是都可以買在101附近 沒有錯吧 跌就是買啊 禮拜啊 它漲嗎 跌到109的 買啊 買下去 禮拜就拉出中長紅來到119啊 給你兩天的時間 第一黨區布局 對不對 我本來創為 這次不太想公開啊 對不對 所以禮拜二大漲 快攻漲停嘛 會員當然很高興啊 為什麼不想公開 因為一公開 籌碼就會有一點亂啊 對不對 你看到昨天是不是這邊有人在急啊 這邊你有沒有買 電視會員 電視觀眾 你有沒有買在這個位置 當我禮拜二公開之後 110你不買 你一定要買125啦 你有沒有買在這個位置 一定有啊 這位置不買 好像會攻漲停啊 是不是 急啦欸 快亮燈欸 再不買 再不買會後尾喔 買了真的後尾了 殺到拼盤附近了 所以這種短線的一個洗盤 所造就的是今天創為 再度的大漲7.5% 所以上禮拜五這禮拜一百一買的 安全可靠 竟然是負責帶給你破斷行情啊 是不是 買在昨天這個位置的 今天你就會想賣啊 你相不相機 追高的解套了 就想落跑嗎 這是輸家的毛病啊 贏家的看法 總是在一檔股票回檔修正 告訴你要進場 所以上禮拜五是決戰的關鍵時刻 7月12號的環球金494 黃金右腳站上雙底的一個景線 這不是一個買點嗎 漲了47塊錢回檔 回到什麼 景線的買點502跌 上禮拜五跌305點逢低布局 有沒有正面迎戰 有沒有直球對決 我沒有跟你模擬兩可 等一下你不敢買502不敢買 它就漲到530 這樣不是又二十幾塊錢的價差嗎 對 高價股有價差啦 看你會不會做 530 昨天又殺到505 我一樣告訴你逢低布局 藏黑 昨天重挫 就從這個位置嘛 殺到502不是重挫嗎 逢低布局會漲到530 就算了 昨天藏黑 誰會跟你分析這種股票 你自己去想看看 藏黑的股票誰會跟你分析 只有操盤實力 會告訴你價錢投資標的 那是一個買點 505 逢低布局 今天不是漲6塊錢嗎 最高是516 是不是 就像昨天的中美金也是一樣 藏黑 怕怕 165 有沒有 你高檔沒有解碼的 你昨天的中美金千萬不可以殺低 我反而告訴你可以低階 回到藏紅低檔之聲 這時候不買 你什麼時候買 還是昨天你想賣 你想call 今天的中美金表現如何 漲4塊錢 昨天最低165.5 今天來到171 漲4塊錢 什麼是昨天給你正面解讀的分析 什麼是今天給你正面 答案的一個結果 操盤有依據 像是一個操作策略 向來反市場 不曉得如何掌握未來的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把節目時間交換給佑達 好 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 個表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最大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宣宣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加入LINE 讓您看到也能賺到 Sahab 請訂閱按讚